今天921是国家防灾日 有建于花东强震 造成了房屋桥梁倒塌以及民众死伤 因此更新的这个正确的防灾知识成了必要的功课 而根据国际研究发现 当超大型的灾害发生时 自助的重要性大于互助 更远大于等待政府来救援 因此台北市长柯文哲也在灾害演练中提醒 遇到天灾的时候 民众必须要想办法自救跟互救 才是成功存活的关键 9月21号早上9点21分 地震警报响起 聚集在避难地点的同学们 压低头部和身体 利用书包就地掩护 主证结束后就怕余震不断 必须将人群尽快疏散到操场 同一时间通报组还得清点人数 假设学生失踪或受伤 相关处置也有SOP 专家警告全台36条活动断层中 以台北市的山脚断层最危险 尤其辖下七成以上建物 屋龄都超过30年 一旦强震来袭 后果将不堪设想 921大地震之前 台北市的房子没有特别要求 防震的标章 那之后才有 所以是我们这些老旧房子 的确是 的确是要处理 所以有个叫防灾型都更 如果在台湾的营造的能量 可以应付的状态下 我们会用最快的速度 把这个都更做完 国家房在日前几天 就碰上花东强震 好巧不巧 花东从9月21号凌晨开始 又连续出现至少8起余震 最大震度2到4级不等 绝者研判 这波连环余震 可能维持一个月以上 不过还无法断定 台湾是否进入地震活跃期 民国88年921地震过后 全台高中国中小的校舍 都已经陆续进行 耐震评估和补强工程 今年底前 每所学校都能符合规范 务必做到 小震不坏 中震可修 大震不倒 灾难无法预知 只能想方设法与地震共存 国家地震工程研究中心 从921过后 便持续强化建筑韧性 这个地震来的时候 它的摇晃 那我手一松的时候 它很快就可以停下来 一般的结构 它摇晃的时间会更久 大楼底下 辟建耐震层 用橡胶和金属签打造的支撑垫 可抵消掉地震坡 搭配耐震钢筋和阻尼器 让建筑可承受的位移距离 长达55公分 它里面的橡胶可以隔阻 它里面的橡胶可以隔阵 但是它中间有一个千芯 可以协助消能 因为你如果都是只有橡胶的话 上头结构中压下去 它会压 继续深入实验室 模拟房屋的钢梁有5米高 研究人员用千斤顶 从侧边和上方施加压力 看看结构该如何补墙 大部分我们台湾 凡是垮的原因都是一楼结构 一楼坏掉 那一楼坏掉就是因为它 除了在这个侧向地震力 地震来的时候 它会这样摆动之外 研究中心另一处还打造出 耐震天花板示范场域 有韧性的耐震设计 是让骨架跟着地震联动 而非固定结构 导致墙面互相拉扯 主要是斜的意思 就是它可以有一些分量 可以提供出水平的一些拉力 所以这样的时候 只好在这一点 它也是可以稍微数字住 不会是整个大面积的 一起产生晃动 地震难以预防 若能做好预警通报 防灾演练 并搭配建筑耐震补墙 才能减灾避灾 成为强政威胁下的 新生活模式 TVB新闻 徐坤山罗氏鹏 大元丽台北报道 专家还表示 台湾约30年 就会有一次规模 7以上的灾害性大地震 而且每人一生 就可能面临两次 再请韵文大门来了解 好来看到是台湾是否会出现 所谓的百年强震呢 因为在日前的事 首先是在台东 关山有这6.4的地震 然后是台东池上 是规模6.8地震 再来是日前 花莲浊西的规模 5.9的地震 而地震都是在这个 纵谷断层上 所以很担心会出发 是琉球海沟 这百年一次强震的机会 不过居然看到 这位是我们这个地震科学 中心的主任 他说其实平均每30年 就会出现一次比较可能会 致灾性的规模7以上的地震 所以台湾人可能一生当中 出了两次这种强震的这样的经历了 那再看到是我们的地震中心主任是说 其实这地震周期是长达数百年之久的 所以透过这个周期来预测的地震的话 其实意义并不大 会导致其实不必要的 这样恐慌的情绪 那再看到这位是台大的教授是说呢 其实全台有多达36条的活动断层 而当中北市的山脚断层是最危险的 因为它通过是整个人口穷密区 所以现在围绕建筑度更是非常重要的 再来检视的是918大地震震垮的高辽大桥 那么全台都开始关注建筑结构强度的议题 台湾如果遇到跟花莲一样的强震 这些桥梁撑得住吗 一起来看看 918大地震花莲高辽大桥倒塌 只见桥体蜿蜒扭曲裂痕斑斑 触目惊心的灾后景象令人震撼 它是一个80年完工的一个桥梁 那是在9亿之前 所以它基本上它当初的设计是没那么严谨 那这次的地震呢 发生在狱里有到说震度六级 其实也是蛮强的 碰到这种强的地震 所以它就请人倒塌 那通常我们在设计这个一般桥上设计垂直地震力的时候 大概是二分之一到三分之二的水平力 那很明显的我们这个发生这个断桥这个地方呢 它的水平地震力跟垂直地震力 将近是一比一的这个比例 所以说它这个地震当时所产生的力量 就比原设计所考量的超出大很多 所以说它会产生这个断桥的这个情况发生 面对规模6.8的强震 高辽大桥撑不住了 但大家不禁忧心 换坐在其他建物密度更高的城市 相同规模的震度 灾害程度是否会更加严重 以桥梁工程的数量与规模而言 第一名非首都台北莫属 整个大台北地区河道综横交错 包含跨河桥梁 高速公路 快速道路 各种桥梁密布 切割城市的天气线 光是属于台北市管辖的桥梁 就有279座 公共安全不容轻忽 我们除了每两年的一次桥梁检测以外 也会去针对它的桥梁的风险度 去做一个评估 针对它现在的状况去看看 这座桥梁是否是安全的 在地震三级的时候 会启动一个特别的巡查 然后如果到四级的话 连我们的那个桥检的部分公司也都会出动去做巡查 那目前台北市全部的桥梁大概就经过耐震评估以后 大概都可以耐震5级以上 那从103年开始针对耐震能力不足的桥梁 台北市也进行耐震补强 包括那个新生高架建国高架的39座桥梁 那补强后的桥梁大概都可以耐震6级以上 台北市的主要干道都有一定的年份 像是市民高架道路1989年建造 建国高架道路甚至在1972年就已开工 多年来已着手许多结构强化工程 像我们现在看到在台北市建国高架大陆下面的桥墩 就有一个非常明显的桥墩补强工程 蓝色的这个部分这种工法叫做钢板包覆 而在上面灰色的支架则是所谓的防落桥装置 以建国高架桥而言 防落桥装置能限制桥梁上部结构位移 另外常见的手法还有防落拉杆 大幅强化桥梁对地震的耐受度 然而专家分析 理论上建物结构可以无限扩充 但实物上震度差一个等级是以倍数增长 以经济效益而言 只能做到小震不坏 中震可修 大震不倒的核心目标 因为考量经济性是希望它能够在 缩小的地方产生一个变形 能够让它有效的发挥 它的韧性的结构的强度 所以说这是一个经济的考量 当然我们也可以就是在 比如说475年回归地震力的时候 做成在弹性限度范围内 但是这个结构体就可能会变得很强壮 而不经济而用料就是很多 台湾就是最重要的一些桥梁 高速公路啊 省道啊 这些主要的桥梁结构都已经满足 所有最新的规范去补墙了 但是可能这个花莲线或是台东线是比较 他们的预算比较不足 他们目前还没有去做这件事情 补墙所需要的一个经费 跟整个重建真的是差很多 所以其实大概只要花少数的钱 就可以让旧的桥梁满足 这个最新的一个要求 与大自然相比 人类的力量实在太过渺小 因此在可掌控的范围内 一定得更加严谨 才能将公共安全最大化 TVBS新闻和嘉阳顾上军 台北报道 而这几天大家都在看这个夸张的画面 桃圆巴德御动中心在这次地震当中 天花板骨牌式的大量掉落 画面相当惊人 而且丢脸还丢到国外去 土木济师表示 这类天花板使用的是 悬吊式氢钢架系统 估计可能是地震来袭 先垂直后左右的震动 所以造成了整体结构出问题 桃圆市长郑文灿已经要包商来负责 这一整排天花板向骨牌弹塌下来 老兄这可不是拍电影 直接打个球 差点要了命 另一个角度看更惊险 眼前这些天花板差点砸到运动民众 说真的要不是民众运动神经真的好 这回恐怕就得闹出人命 桃圆巴德运动中心在这次地震当中 不仅震坏了天花板 震惊了运动民众 更震出了许多建筑结构的问题 有可能在设计或施工的过程中 在它支撑的结构 当然这个不是这是一个悬吊的结构系统 在悬吊的部分 可能在结构安全方面 有不足的现象 这个方面的情形发生 图木记者表示 巴德运动中心使用的是悬吊式 青钢架天花板 透过的是悬吊架固定制结构楼板 搭配悬吊线完成青钢架天花板 记者表示全台公共建设有超过八成比例 包含体育馆 活动中心 展览场等等 都是采用这样的设计 建筑物的结构安全方面 应该是没有问题 那至于说在天花板的部分 因为目前有关天花板的设计 针对抗震的部分是比较欠缺的一点 包括它先行的一个垂直的批波 跟横向的S波 那可能这方面的跳动 或者是增加出来的地震的力量 造成它悬吊的系统 可能会出现一些 有可能会出现一些所谓的瑕疵 乃至损坏 记者表示一开始地震批波开始 也就是先垂直向震动 若没有完整所顾 就有可能固定点脱落或者损坏 其次而来的S波 产生水平向震动 如果两片叠加在一起 重量增加 当拉杆强度或固定点强度不足 就会因为沉拉强度不够 而发生崩落 衍生连锁破坏 吊价间距不足 或吊点强度不够 很有可能是坍塌主因 会造成这次的事件 那瑞柱营造必须负起责任 也同时必须要按照契约来赔厂 直接点名同胞厂商 桃园市场郑文燦上火线说明 是否还有人为疏失 仍待调查 同胞厂商也声明 第一时间进行安全复原工作 绝对虚心接受 不会谢责 根据临近的巴德体育中心 瑞丰国小地震车站 建筑的耐震结构数值 远高于这一支的地震指数 代表建物没有问题 但这一次天花板 却成了重大缺失之一 我们时常对于灾害的态度 就是没有发生之前 我们所考量到 这是它很美观 或者就是说是这一个 在使用的程度它很便利 但是对于这个耐震的部分来讲 相对来说可能不是那么的重视 尤其是非结构的部分 因为非结构的部分的话 它没有所谓的耐震的评估的部分 它可能会有掉落 或者可能会有产生一些 伤害损失的这一个部分 专家技师给出未来建议 现行法令天花板 仅以防火安全为主 未来得加入耐震考量 加上现有的耐震施工 是以指南为主 不具强制性 建议升级为规范 强制性执行 加上定期检测跟维护公共设施 确保强阵来袭 结构不会发生问题 据我们现在所了解的 所有的天花板来说的话 大部分的检修跟检查 目前都暂时以消防跟防火 这方面的安全为主 至于针对说 它结构的安全部分的话 其实这一部分是相当的欠缺 把它提升位阶 成为一个设计 或施工方面的规范 它比较有一个刚性的规定 可以让它去依循 异常地震 震坏天花板 吓坏了民众 新开幕的运动中心 没有带来新气象 反而凸显更多公安结构问题 TVA新闻 HL来源台北桃园 采访报导 而台湾的地理位置 是在两大板块的交界处 也是在太平洋火环带 无可避免的 跟地震威胁共存 其实历史上 有许多的大地震 都是位在太平洋火环带中 专家也进一步的点出 在这个火环带上 未来最有可能发生 大地震的地方会在哪里 我们这个图的中心 就是太平洋板块 摊开世界地图 密密麻麻的黑色小点 沿线覆盖红色标示 串成一条长长的弧线 也化开了地球的奥秘 红色的点点是代表火山 黑色的点点是代表 规模器以上的地震 包括这个旋踏海沟 澳洲板块 然后这边是纽西兰 这边延伸过来 环太平洋火山带 又称环太平洋带或火环带 英文称作Ring of Fire 全长4万公里呈现马蹄形 带上有一连串海沟 火山壶和火山带 算一算 452座火山 占了世界上火山的 75%以上 而全球90%的地震 都在这地带上发生 直接成因 就是板块的移动 还有碰撞 在过去100年的资料来看的话 大概有两个特别火药的时期 第一个时期就是在 1960年的时候 在智利这边有一个规模 9.5的地震 它地震发生了以后 同时引发智利这附近的火山 全部都爆发 而且还造成海啸 1960年的前后几年 整个全世界 大概有十几个规模 8.5以上的地震 还有很多规模9的地震 然后第二个火药期 就是从2004 印尼规模9.1的大海啸 之后其实有很多8天机的 火药到2012年 东日本大地震 这边有个规模9.1 看看今年包含了 日本福岛县外海 发生了规模7.4的强震 还有7月在菲律宾北部的规模7.1强震 往右边一看也不平静 尼加拉瓜4月份 近海地区发生规模6.9地震 秘鲁5月也出现了7.2强震 墨西哥中西部太平洋沿海的米雀肯州 也在当地时间9月19号 发生规模7.6的浅层强震 这些点通通都在还太平洋带上 尽管看似惊人 但把时间轴拉长来看 不管是强度还是频率 都还不到有记录的历史高点 台湾位于环太平洋火环带 它的本身就是一个非常活跃的造山带 那里边海板块跟欧亚大陆板块 就是交接的地方 在台湾东部 就是因为这两个板块互相的碰撞挤压 所以这里面就产生了几条非常活跃的活龙断层 从统计划出来的火环带 藩属型台湾被直线贯穿 甚至整个被淹没 不过与全球比起来 现在国际专家更头痛的 是火环地震带中的这个地方 面临着数百条断层的威胁 超级大地震 每天每时每刻都有可能发生 根据美国地质调查局分析 加州30年内发生瑞士规模8的超级强震几率为7% 而发生瑞士规模7的地震几率 北加州为68% 南加州为82% 发生6.7规模的几率更是接近百分之百 关键是有超过70%的人口 都住在可能发生强震的断层周边30里内 不管从历史资料判断 还是观测未来可能 这一带火环地震带 绝对是不可小觑 订阅新闻 钟德荣 陈文岳台北采访报道 921这天呢 也进行了全国的震灾防灾演练 包含国小到高中 每年都有实地的演练 从早期比较复杂的演习 到现在已经能精准的教导 三大地震防灾准则 包括就是趴下 掩护还有稳住 另外在灾情的传递 除了政府之外 大学也都有投入协助制作防灾地图 利用数据快速提供灾情 还有灾损的资讯 台上老师镇讲解国文练习题 广播响起通报发生地震 学生依照指示快速躲在桌子下 抓稳桌脚掩护头部 同时间手机警报音狂响 接收地震速报演练讯息 学生到师长都得进行防灾演练 情境设定发生大地震 等到晃动停止 老师带着小朋友慢慢往操场移动 有人把书包挡在头上 有的则带起防灾头套 全校师生集合完毕 演练才告一段落 在9月21号的9点21分呢 全国都会收到一个地震速报的讯息 而可以看到呢 现在所有的国中国小 以及高中的小朋友 其实都会进行像这样子的 地震防灾演练 而在9点25分的时候 还会收到第二封一个防空演习 是针对沿海地区的海啸警报 可以看到从921大地震之后呢 所有的国小国中 以及到高中各级学校呢 都会进行这样防灾演练 希望能够让他们从小 就可以对地震防灾知识 有更新的防灾措施 影片播放地震避难步骤 小朋友一一作答 在国家防灾日这天 从图文教育到实战演练 要让学生都能牢记避难准则 早期的演练 其实它的整个程序 会比较繁琐复杂一点 那在经过这么长时间的 这些修正 现在我们演练的重点 大概在于学生 在地震发生的第一时间 怎么样就地保护自己 整个校园 包括建筑物 包括所有的游乐器材 所有的设施设备 我们每年都会有一个定期的检查 一般来说最重要的就是保护头部 校园宣导的时候 都会希望说 如果他们是有树桌 有桌子 然后可以赶快趴地 然后钻到桌子底下 然后去保护头部 但我知道民众的生活中 不一定身边都有桌子 到比较 比如说你在旁边有柱子 有比较这个坚固的结构 然后用手护住头部 然后一样是重心放地 根据气象局的地震避难指南 包含需要立即关闭火源 逃到空旷地区 或是在室内则要选择 兼顾高度矮重心稳的家具 躲避保密 1999年9月21号的大地震 瑞士规模7.3 南投于持乡最大震度7级 而嘉义台中 甚至到台北震度也达到5级 在剧烈摇晃下要移动到安全地方很困难 但第一件事人得保护好头部 减低致命风险 强症发生之后 我们知道说后面通常都会伴随的余症 像如果当时以921地震为一个例子的话 它主阵那时候是规模 瑞士规模7.3 后面余症全部都是6点几 就是接连好几个 通常第一波摇完之后 然后建议就是如果它这个摇晃比较趋缓的时候 就赶快要进行避难 避难程序就到比较空旷处之类的 在921大地震后 既取残痛教训 将灾害防治法整备的更完整 从中央到县市乡镇提高执行效率 包含大学也投入灾害分析 而这次的917 918地震 协助防灾资讯更快速统整 例如说夏明传大学 它会协助宜兰 马祖跟金门 在一些比较观光油气地点的时候 它就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 所谓的那个避难的地图 所以这次在两天前 917跟918的时候 我们可以看到台中大学 他们就很快速的灾情的这个情资 包含他们的灾损 地震何时会来难以预测 只能强化防灾措施 以及防灾演练 才能在天然灾难来临时 把伤害降到最低 TV月新闻陈如环 刘立军台北采访报道 地震会为社会带来重大伤害 因此当发生强症的时候 如何有效的提前预警减灾 变得至关重要 前国阵中心研究员 就首创AI线形地震型的预警系统 可以在地震前5到25秒示警 一起来看看 警报声响起 这套限定型地震预警系统 易用AI预算 抢在震波前5到25秒预警 提早发布地震警报 我们是一个AI的限定型地震预警系统 它用限定的这一颗地震 去侦测地震刚开始很小一小的批波 然后用很小的批波去预测 等一下地震会有多大 前国阵中心研究员林沛阳 钻研地震相关研究超过20年 首创AI线地形地震预警系统 利用的是地震波 传定速度的差异性 速度较快的批波 抢在破坏力较大的S波前 发出警告 因此发生抢震时 周遭20公里半径内警报就会响起 目前政府在全台一共建置97套 也广泛设置在各地校园 我们在花洞地区发警报的时间 会比气象局再快一些些 花洞的地方是先用我们的系统先发报 然后在5秒后全台湾就一起发报 那现在国家做的事情是做一个复合式 只把两个整合起来 因为都是用国家的钱嘛 所以等于是说国阵中心发的讯息 是整合气象局跟国阵的限定 所以不管哪一个先快 他就会先发报 所以这个是对民众来讲 是最有保障的 虽然无法预测地震 但仍可以在地震发生后 强烈震动来袭前达到预警减灾效果 因此像是竹科 中科 南科 有5家半导体晶圆代工厂 都有使用这套预警系统 半导体厂你在想 他如果停工8小时 他损失多少钱 但如果有一个人 在地震摇之前的10秒钟跟他讲 他是不是可以做一些准备的控制 跟过去的经验比 他可能从8小时可以缩短到半小时 比国家级警报还要快 像是一般办公室 百货公司 餐厅 医院 甚至是体育场馆都可以安装 透过专用的网络通讯 能及时接收警报 不会变成国家级边缘人人 国家中心在林口体育馆安装地震预警系统 当地牛翻身时警示灵就会响起 预警系统结合动态指引 帮民众争取疏散时间 林口体大体育馆可以容纳2万多位观众 空间之大防灾尤其重要 目前作为示范场域 在108年加盛地震预警系统 一共有24个警报器 40多个出口方向灯 打红灯的话就代表 这个场域这个门的外面的话 它是不安全的 如果它打的是绿灯的话 这个绿灯的话就是告诉民众 这个出口外面是安全的 他们可以放心的从这个出口上面出 另外像是桃园社宅 嘉义县政府大楼 国家实验研究院 台大医院云林分院等等 也都有安装 而这次台东发生规模6.8强震 虽然在桃园震度只有三级 但8的运动中心 羽球场天花板青钢架 因为地震时塌落 造成民众轻度受伤 若是有装设预警系统 就可以有效降低灾损 所以这次发生在台东的这个地震 6.8级这个地震的话 它传送到桃园的地区的话 它应该有30秒的预警时间 而且这30秒是在地震 还没有来临的这个疏散的时间 那目前就是说 我们收集到很多的这些地震的记录 所以我们就可以让 这个机器学习或AI的方式 让它去找到更多的这个特征值 那来突破传统方法的一个极限 地震是最难预防的天然灾害 常让人措手不及 透过地震预警系统 帮人们争取数秒钟的预警时间 但就算有足够时间反应 还是得提升灾难发生时的应变能力 TVBS新闻李伟华 陈建敏 留言宣 台北采访报道 请支持专门报导国际新闻的 全新YouTube频道 TVBS国际Plus 霍大视野掌握趋势 邀请您订阅 并且开启通知小铃铛 通知小铛 好